不過在講這一題之前 剛剛同學有來問 因為剛好同學的電腦是用蘋果的Mac的 Mac的編碼方式跟Windows剛好顛倒了 我們是用ANS 我們用Big 5 我們剛剛取住宅其他按鍵的時候 這個Big 5是不會有亂碼問題 但是剛好Mac剛好顛倒 它UTF8剛好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下載的是Big 5 你反而剛好是會有亂碼問題 所以怎麼辦 跟各位講 後來發現它這個開放資料 它有一個蠻奇妙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是按照它資料下載的位置 它會是這個編碼方式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下面這邊 也是一樣CSV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點下面這個連結 它就是UTF8 OK所以喔 假如你是Mac的話 你就點那個下面這個 那可是如果反而你是Windows 你如果點下面這個的話 有沒有 你把它打開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它反而會出現亂碼 有沒有發現 會變成像這樣 而且它資料是不完整的 因為這個資料理論上應該是會要是完整的 它這個指的是下面這個資料 所以如果你把它下載這一個 那因為就是UTF8 那如果你想要讓非UTF8 像在Excel裡面 如果你要讓它正常的話 那我剛剛有講過幾個方法 比如你點這個是UTF8 這個是編碼方式是亂碼的 看一下這個是沒有完整 268 那有個方法按右鍵 剛剛講過 用什麼 用記事本來開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用下方那個CSV 你按記事本開的話 你會發現 記事本反而沒亂碼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讓它變正常的話 跟各位講 你就是用我剛剛講的 另存微 有沒有 另存新檔 它會跳編碼方式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它下面那個連結出來的UTF8 所以 如果你用Mac電腦的同學 你用這個連結是OK的 可是如果你Windows剛好顛倒 那怎麼辦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的時候 蓋成ANASI這樣子 然後存檔 直接蓋過去 這個是瓜虎二這個 好 那我把它再打開一下 這個因為我下載好幾個 這個瓜虎二 如果你把它轉換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變成沒亂碼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這也沒辦法 因為不同的陣營 不同的軟體公司 他們就各自有各自的堅持 有沒有 它不可能說我今天讓步 我就跟你一樣 它會想說那我是大公司 微軟會說我是全世界最大的 視窗有沒有 Windows作業系統都我的 我幹嘛跟你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目前無解 怎麼辦 它沒辦法改 那你就自己改 OK 那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其實在Sale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記字本改的話 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從什麼 另外一個方法 資料 從有沒有 CSV 那它會入的時候 會問你編碼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開一個新的 看到這邊 然後從 假設我換第二個方法二的話 那你可以資料 從文字斜線CSV這個選項 然後找到我剛剛下載的這個 因為我下載好幾個 剛剛是我改這個 我換這個好了 匯入 那如果你假設是 用什麼呢 用那個資料 從文字CSV這個功能 它會偵測編碼方式 那你可以看 如果你用Big5 有沒有 它會出現什麼 那怎麼辦 它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UTL8 有什麼 UTL8在哪裡呢 下面有嗎 沒有 往上 所以你往上找 看到有一個叫 650011的選項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大概卷軸在中上 改這個 如果你改了之後 理論上應該就是OK的 大概這個位置 UTL8 有沒有 恢復正常 然後你就把它載入 這樣也是個方法 OK 所以大概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記事本開 然後把它改成ANSI 然後再開啟 要不然就是說 從文字的方式下載 這也是個方法 當然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這一題 本來就有Big5了 就沒問題 就沒有 但如果將來你要用別的 縣市的資料的話 或者別的單位的資料 那就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UTL8 因為我發現 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絕大部分 已經都用UTL8了 所以當然我們這一題 是比較幸運一點 剛好沒問題 OK 所以這個說明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路接到 把它完成 首先的話呢 當然 我們就是 要利用之前 錢瓜阿虎的概念 所以一定要會Find什麼 Find Find哪一個 之前是錢瓜阿虎 可是我以這一題來看 它不是只有錢瓜阿虎 一個 可能是 它前面那個字 可能是零 也可能是里 也可能是區 基本上目前想到 大概會有三個可能性 零、里、區 所以呢 變成說 我們要讓它找三次 欸 那怎麼找三次 所以喔 第一個 找的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後面那個字剛好 規則就是 要不就路 要不就接 要不就到 所以喔 其實這一題 也是會用三個函數 Find Mid If OK 只是要把它串在一起 我是覺得 今天這一題是最難的 但你想說 老師那除了這個 有沒有別的方法 跟各位講 如果沒有 大概就土法煉鋼了 土法煉鋼就是喔 你滑鼠點兩下 然後選取之後 Ctrl C Ctrl V 可是喔 這邊總共有三千多筆資料 我想你應該再怎麼樣 你也不會笨到說 用土法煉鋼去抓資料吧 OK 但是職場上真的還是有人 每天都這樣做事情 你看到你會覺得說 那你怎麼做得完啊 資料這麼龐大耶 你怎麼可能 OK 所以我們一定要硬著頭皮來完成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找有0的地方 有沒有 這邊第幾 第七列的地方 有沒有 中程度 前面那個字就0 所以先從有的開始練習 因為如果你找不到 你會出現錯誤嘛 OK 所以先插入什麼呢 Find函數 所以前面那個字 我們先用Find OK Find什麼呢 Find 0這個字 所以打一個0 好了 0這個字 有沒有 好 那當然前後雙以後會自己補 所以我就不加 去哪邊找 去 他的同一列的F欄裡面找 有沒有 這個OK 按確定 好 找到第11 當你往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沒有 有 井飛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沒有 下面有沒有 下面可能有 這個有 也可能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怎麼辦呢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判斷 所以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插入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就ifl 判斷一下 ifl 在邏輯裡面的ifl 如果沒有 那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找不到 意思是找不到0 那ifl就把它貼 貼上做什麼 再幫我找0 有沒有 應該是0的前一 再來就0 所以打一個0 好 如果找不到0 那就幫我找0看看 OK 按確定 好 這個不變 上面這個會不會變 有了耶 有沒有 所以有0的就出現了 但是還是有錯誤怎麼辦呢 如果再找不到 就再找趨 趨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所以 如果再找不到的話 就是 再剪下來 等號後面這一串 剪下 然後再插入 邏輯ifl 如果找不到 所以公式再貼 然後再找 再找的話不用再貼 就是把剛剛那個fine 0 然後f7 後瓜虎有沒有 複製一下 就是fine 前瓜虎後瓜 把這個里的部分 改成什麼 改成區 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前面那個字就OK了 向下填滿 那你想說後面那個字 那後面那個字 路接到 跟各位講 你不用灑灑 後面那個字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把零里區 改成路接到 就OK了 所以後面剛好有 也是一樣三個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做了 你就是把零里區 改成路接到 這樣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既然知道 我要抓的那個字的頭 有沒有 前面那個字是哪一個字的位置 加一不就好了 然後尾巴那個字的話 就把它再減掉前面那個字 那因為呢 之前是後瓜糊 是它的下一個字 那我們這個地方 有沒有 路接到剛好 就不用減一 不用減一 OK那怎麼做 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再把公式減下 然後做什麼 再用MID 文字類裡面的MID MID MID 裡面的話呢 就跟他講說 我要的字在這裡 然後我要STAR NUMBER 就是 零里區 這個位置加一 下一個字 OK 那就是 比如說這邊 算過來 零的話 這是第十一個字 中開始 那要幾個字 幾個字 當然如果 都是三個字 你就輸入三 可是不是這樣 所以怎麼辦呢 我把剛剛公式貼上 改成 路接到 所以特別是 貼上之後 把零 改成路 然後 這邊改成街 因為如果找不到路的話呢 你就幫我找街 那如果找不到街 你就幫我找道 道應該比較少 因為市民大道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貼之後呢 把零里區改成路接到 就是後面那個字 減掉 再貼一次 後面這個就不要改 改成零里區 好 那這樣就算出來了 總共三個字 那不需要減一啦 因為減一的話 變成說多減一個字 直接就是 它的尾巴那個字 減掉它前面的那個字 這樣就剛好三個字 那我們直接按確定 有沒有 就算出來了 上上填滿 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是OK 但是喔 裡面好像有錯誤 這個錯誤 我印象中好像就是 它給的地址不對 它好像是 切到一件發生在 什麼捷運站 還是什麼 它捷運 這邊有錯誤 這個是給的資料不對 什麼什麼七號 光復裡 所以這個應該是Data 本身就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詢問 那個承辦人員 到底是七號 因為光復裡七號很多個 到底是哪一條路的七號 所以這個是資料發生的錯誤 這個我們就沒辦法改了 然後還有沒有 這個有錯誤 這個的話是六張捷運站 那不然你就把地址查出來 有沒有 就不要是捷運站 還是哪一條路的位置 這樣會比較 所以如果假設是資料錯誤 這個我們就 我們就沒有辦法處理了 我們就不管了 OK 好 那這樣路接到就OK 所以最後的公式 基本上就長這樣 所以第一階段 先用fine 有沒有 第二階段呢 在ifl 如果發生錯誤 就是再繼續找里 然後再把公式剪下來 再去找區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公式 貼到mid裡面 然後先把零里區 後面加1 那第二個參數是 把零里區的公式貼上 改成路接到 其實其他字都不要動 反正因為規則一樣 再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這樣子最後得到的就是哪一條路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這個公式真的相對冗長 比較容易做錯 那公式我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雲端 不過雲端的這個 這個好像被改成 這個位置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這邊是抓的是哪一個 我抓f 不過雲端那邊是抓g 不過還是可以參考 你們自己再稍微改一下 OK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試一下這部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畫個圖 畫什麼圖呢 就是到底哪一個 前十大的這個熱點在哪邊 路接到的部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在吧 好 啊 適合